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树叶生活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这里是Stabak,Taman,Stabak 我们现在是处于这个叫做Jaran Prima,Stabak,Satu 下了一场大雨 相信大家都在这段时间呢,感受到那个天气的那个不一样变化 或冷或热的那种起伏非常的一个大 这些都是一个气候软化的一个现象 而我们来到Stabak呢,今天想来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一个速食快餐 快餐的那种文化呢,在许多地方都有 特别是在城市里面呢 都有许多餐厅或者是那种快餐的那种连锁店 但速食快餐呢,相对的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叫做.com coffee 主打的就是一个速食快餐,速食店 它不是在某些菜单中呢,标明有些速食 而是呢,全部的食物呢,都是以那个速食为主 这种速食快餐文化的呢,出现呢 会使得那个速食呢,就更加的一个方便和轻松 食材也蛮多,有披萨,拉面系列 还有一个Rice Bento Series 还蛮有特色的,干香Seafood Rice 还有一个Rendang 还有Nionia Acha 是以一个咖啡厅的模式 所以他们有卖一些Nine Coffee Selection 还有因为这里是靠近大学啊 所以那大学生呢,还有一些特别的那个优惠 四人同行免费披萨 还有一些Tea Time Combo 早餐等 好了,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看We are open Meatless Coffee House 快餐的模式呢,一般都是采用那些比较简单 一操作的那种制作方式快速出餐 新式云潮创意咖啡 还有一个健康五肉蔬食快餐 就是这里了 就是一般那种快餐的那种装潢 还有加上了那个Coffee House的那种模式 感觉上是以那种咖啡系列为主轴 有一个搬手里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很特别呢,就是进来这里呢 没有闻到那一般的那种咖啡厅的那种浓浓那种咖啡豆的那个咖啡香 但看起来他们的餐牌呢,好像他们的那个是经过那种Fusion 那种新式的那种咖啡饮料 哇,这些都是真的咖啡豆 这角落呢,就闻到了那种香香的那种咖啡香气的 就如一般的那种快餐式的那种餐厅呢 一进来呢,都是在counter里面点餐付款 服务员呢,也是以马来有足为主哦 餐牌里面有的就是那个Burgerley 还有一些Pizza 嗯,还有一些他们这里的那个咖啡饮料 后边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厨房 整个的那种作业呢,都是一个流水线的一个模式 但有别于别的那种快餐呢,它不含肉类 食物口味也非常的广泛 它的咖啡饮料呢,也经过了一些改良 有点不一样 进了他们的Member之后呢,会员呢,还可以有折扣 咖啡饮料也是现场而制作 然后这里呢,就是那种蜘蛛饮料的那种餐具了 甚至附这些一包包的Tomato sauce 跟那个Chili sauce 现在就了解它为什么没有泥曼那么重的那种咖啡味道 在这里,因为它的那咖啡都是经过改良的口味 这是云山果皮 它是用咖啡,然后加上了一些果皮类 就是水果加上咖啡 蛮特别的一个口味 只有那种淡淡的咖啡味 这个Latte更特别,加上了一些菌类 一个饮料 这个就是一个Chicken Burger 但我们叫的是有内含花生 Burger的肉片加上花生 第一次听到 嗯,面包皮还是柔柔软软的 大层中有生菜有起司 松软的面包里面还有 一个很大颗的黄梨 腌制黄梨 好特别的一个味道哦 一些酸的腌制菜加上那个肉馅 还有这个花生酱 非常创新的那种味道 嗯,可以来尝试 真的是挑战味蕾的一个Burger 我们也叫了一个Hawaiian Pizza 快餐的模式 都是用这种激丢 激用激丢的那种方式 哇,蛮香的 然后主要呢,是看到它的那个皮呢 是不一样 很像那种Croissant的那种皮 那种面皮 看起来呢,是很厚 但是呢,是那种松软松软的 起司呢 也烤得不错 就是这种拉丝拉丝的那种感觉的 一般的Hawaiian Chicken 的那种味道 然后呢,加上那个Croissant的那种皮 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Pizza 整个感觉就像那个Croissant 然后再进过那个烤 的那种味道 然后这是它的那个配上的薯条 也有点特别哦,它薯条呢 是非常的一个比较大 还有着那一个 满口的那种薯条的那个薯条香 这它叫做Gampion Seafood Rice Bowl 当然华人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干香 那个海鲜味 扑比而来呢 是那种香料的那种香料香 还有一些辣味在 配料上呢,还是以那种多种食材为主 黄梨黄瓜 还有一些 灯笼椒等 也能说是一个 营养均衡的一个饭盒吧 不懂怎么形容的一种辣 辣中带甜又有一种特殊的香料味道 这炸死而脆口 这是Ota Ota Poloban 华文名字叫做固达波 哇,这惊艳到我了 真的是那一个菠萝包里面 应该是有着那一个Ota Ota 每道菜都带来惊喜 跟一个特别 Ota Ota蛮鲜和香的 我们还特别呢 在那个拉面系列里面呢 选了这个叫做 Spicy Chicken 拉面 这是著名是那种辣的 那一个 撒上了一些芝麻 还有很多的辣椒粉 里面用的是那种 日本的那种拉面 这一个的辣度呢 是属于那种很辣的那一个 拉面的一个系列的 但吃起来呢,真的是 枕头都麻起来 这种辣呢 后面越吃越有劲 能吃辣的呢 不妨来这里挑战一下 这一个拉面 它的配料呢 就是配上了这个 煎炸过后的那个 猴头菇 这个快餐呢 主要以一个素食为主要 材料制作的一个快餐 食物选项里面呢 包含了一个素食的一个 汉堡还有披萨 素食饭 还有一些面类等 神之父呢 那种咖啡的这种饮料呢 也蛮特别 经过特别那种研制 都有着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这种素食快餐 由于不含肉类 更符合那种健康饮食那种概念 对于身体有益 也符合现代人追求那个 绿色健康饮食的那种需求 制作简单 但也不是那种口味的那种多样化 甚至乎勇于赏识不同的那种 创新的那种食物食材 这种勇于赏识 这种勇气 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也让素食者的那种饮食的选项中呢 加多了一个新选项 所以今天就分享到此 谢谢大家感恩大家跟祝福大家